老杨到处说 继续来谈谈余茂春 余茂春最近有参加一个 加拿大一个视频论坛 专门侧重谈香港问题 余茂春对北京的香港政策 持续批判 北京对这一类的美籍华人 好像没有对付的那招 你给他说雏性 没意义 他也不当一块事 针对他所谓的香港问题的 中共的四大失败 我们北京这方面 能不能正式反思呢 余茂春9月22号 在一个视频论坛上 把香港局势描述为一个 失败的巨大的试验 他说一国两制的失败 完全丧失了对台湾的示范作用 我们现在提也不提了 那么香港事件 导致了中共的国际信念度 一落千丈 中共要为此付出 巨大的名义代价 因为没有信誉的国家 是不可能成为世界领导者的 他含有的还介绍了 特朗普政府对香港问题的重视 香港是唯一一个可以让 特朗普总统愿意 牺牲贸易利益的因素 美国已经通过了香港自治法 取消香港特别待遇等等 还有12个跟香港掐谈的协议 都将陆续被终止 那么这场论坛叫做 香港前进之路 自由世界将如何应对北京镇压 那请了冯天康 香港的那个现在流亡在外面的 众志什么罗冠冲 罗冠冲 加拿大国会议员 加内特吉努斯 欧洲议会议员福提加 德国马西尔基金会研究员马晓月 香港观察创办的罗杰斯等等的发言 当然也是个小众的发言 但是我注意到的不是那些人的发言 我注意到是余茂春的发言 余茂春认为 北京的香港政策有四个失败 第一 一国两制制度的失败 他认为香港也证明了 一国两制是一个彻底破产的设想 这个设想存在的没有办法解决 没有办法协调的内在矛盾 中共的民族自豪感 不能够取代政治自主和个人自由 香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他认为港人选择的自由法治的体制 而不是在民族统一名义下的独裁 所以这种一国两制的实验 失败而告终 他认为香港一国两制失败 也让中共对台湾一国两制的 示范效应彻底的失败 这是第一点 第二 这是中共构建的香港精英统治模式的失败 毛泽东讲过有三大华保 第一个统一战线 第二个武装斗争 第三个党的建设 香港用的最擅长就是统一战线 法卡这讲九七前后已经在用了 那么是至上而下的拉拢精英的系统 基本说他拉拢了香港精英如社会名人 亿万富豪等等 如果他们控制住香港精英 那香港就会呈现出北京所希望看到的稳定 所以呢 余茂春认为北京并不在乎香港的草根民众 对他们来说这只是象征意义而已 这去年香港发生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抗争 证明了统一战线的失败 甚至有人说香港的抗争可以跟大陆1989年的抗争相比例 说明了这个拉拢政治经营的治理香港也失败了 但他同时认为三大华宝的香港还在用 没有单独或者主要用统一战线 比如说中共的香港有驻军 保证香港不可能有武装叛乱 香港呢已经彻底掌握了香港警队 就是北京对香港警察的影响力 几乎已经超过了林郑月儿的特区政府 那么过去一段时间 九七以来 中共从来没有放弃通过党来控制香港的做法 比如说中联办 可以控制数千亿的资产 控制香港一半以上的出版社和主要书店 控制香港最少五家所谓的主流报纸 可以控制工联会 民建联可以直接控制香港立法会 差不多一半的立法细席 中联办就是以前的香港新华社 就是香港港澳工委 就是香港的地下党组织 当然还有一个他没提到的 香港城市工委的问题 同时他也批评香港的精英阶层难辞其咎 香港精英阶层的怯懦 投机主义也应该受到谴责 香港精英阶层正在扼杀香港的活力 这批评很硬 他引用了一本书的观点说 一个国家治理失败的原因 最为重要的是 就是统治精英对权力 以及经济资源的独占 独占就是别人不能拦止 当然香港是一个开放和自由的体制 自由体制不能够杜绝精英独占 所以香港这些人的情况很明显 一般的市民创业经商 甚至的普通的生活工作 限制会越来越多 大量的社会资源被精英所占据 而这个精英不只指商界 包括政府 因为香港政府的原则 就是由这批精英指定 比如说一些大家族有几个人 哪些人是特首选委会的委员 大家想一想 他说香港有750万人 只有1200个人有资格选特首 有一家有三个人在这个特委会里面 所以这个余茂春认为 香港社会掌管社会的精英 跟商业资本金融资本的精英 慢慢的变成一帮人 最后结果是独占性越来越强 香港的金融资本和商业经营 已经跟大陆的权贵阶层 形成非常紧密的联盟 权贵资本主义 就在香港找到了结合点 所以这些精英通过港府 通过大陆权贵反过来影响 香港所有的社会政策 包括经济政策 结果是政治统治精英 跟商业精英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这就等于扼杀了香港这个社会的活力 他是有研究的 他可不是胡说八道了 但是他的角度和立场 你不一定能接受而已 第三 中共的失败 还有一个上市的国际信誉 你曾经对香港做出的最大的承诺 那就50年高度自治 港人治港 包括司法独立 媒体自由 自由和法治 但是自己打破了这个承诺 通过粗暴的 法西斯打破的 所以证明了中共不可能被国际社会信任 这是他付出的巨大的细利的代价 一个没有细利的国家 不可能当国际的领导人 当然 中共的香港这些失败 对美国人来说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这就给美国一个组合国际联盟的最佳的工具 当你失去了国际社会的基本信任 当然会在荒方面面的问题上来表现出来 所以目前 北京面对的国际困境 实际上是香港政治失败的一个结果 第四 这点观点也很重要 西方社会曾把香港看作是一个希望的实验 你既然可以一国两制 两种不同制度 在你和平共处 尊重港人治港 自由法治 所以西方社会认为整个中国 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 是有走向民主的希望 而这个西方是过去三十多年来 西方世界对中国政策的基础 这是个主轴 但是现在破灭了 对香港而言是悲剧收场 对中共而言是进入了一个新的 不受信任的新的国际环境 对国际社会来讲是一个风险投资的失败 是一个试错的试验 已经有了明确的结果 好了 归纳一下 香港政策中共的四大失败 一国两制的制度设计的失败 统战策略的失败 国际信率的失败 国际社会对中共的赎买政策 随进政策的失败 而这个四个失败 在国际政治和地缘政治上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 以冒陈继续说 特朗普要保住香港自由的重要性 远远超过一根中国的贸易协定 现在香港 正如我以前的节目中说过 已经是 中美关系和西方社会 跟中国主要博弈和交锋的场所 排除战争的因素 新冷战的战场 不在南海 不在中印边界 不在台海 不在钓鱼岛 而在香港 总结归纳一下 第一 美国政治智库第一次完整阐述 美国官方对香港问题的观察和总结 四大失败 第二 毫不留意的批评 包括这个四大失败 是另一种一针见血的效果 这是来自于最大的对立面 内部的核心政策研究的结论 你不能因为它是于茂春说的 你就视而不见 第三 香港原本在冷战时期 改革开放时期扮演的 中国世界沟通的桥梁管道 观察站 风向标 不可避免就会受到萎缩和逐渐的上市这个功能 这在历史高度上来讲 这是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巨大损失 第四 某个领导人说香港搞得再好也是资本主义 这也是一种简单粗暴的判断结论 由此就葬送了香港的前途 也葬送了一国两制实践的前途 这是主政以来最突出的战略错误 大家会感到心痛 但心痛也没有用 这是香港的宿命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没Wh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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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我也会拍这些 你们这种简单粗暴的事实践的行为 我们本身欠真的小时瓶了 自己冠决的事实践的作品 但是在含着